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梅子临路到达终点赴安花园 路线全程约8.5公里 随时约4.5小时 全程均有上下波路以及斜路 难道为二升 熟二行的山径 适合一家大小 前往起点马安山郊野公园郊游地点 市民可以选择由港铁马安山站的新港城中心 乘坐村巴NR84前往 这个路线班次教唆 请市民留意开车时间 如市民选择乘坐的士前往 行车距离约为12.5公里 除此之外 市民也可选择经由马安山耀安村 沿马安山路回旋处旁的马安山村路 沿马安山路回旋处旁的马安山路回旋处旁 沿马安山路向上步行约45分钟 一旦就可以到达 行情结束后 就可以由库安花园旁边的阿公角街花园 步行到港铁大水坑站离开 路线中途设有休戏设施 亦都可以迅渡到到房安山探索馆 探索馆的开放时间为逢星期五、六、日及公众假期 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 市民如玉到房探索馆请留意开放时间 此外,全程路线均设有洗手间设施 分别设于路线初段马安山郊野公园 及路线后段于梅子林路 行程第一段 马安山郊野公园 安山探索馆 飞汽矿场 马安山郊野公园内有休戏及烧烤设施 亦都有欢阔的大草地,适合亲子活动 少校场及郊野公园内均设有洗手间设施 大家要留意的是,郊野公园目前所有烧烤地点和露营地点 因为疫情关系而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设施关闭期间,游人不得进入围风范围 所以大家于出发前可先浏览鱼龙自然护理署网页 留意最新消息或开放时间 远足人士由这里出发 可园马安山郊游径前往安山探索馆 马安山郊游径似于马安山郊野公园烧烤场 在这里可以保浪整个马安山郊野公园和西贡海的景色 路途高低起伏不大 在沿途行前没多久,便会见到安山探索馆 探索馆为免费参观设施 市民可以经预约参加多项道赏活动 此外,本来亦设有咖啡厅 大家不妨在这里品尝一下特色食物 经过探索馆之后 返回郊游径分叉路 向往昂平的指示牌行到下一站 废气矿场 穿过标拒柱C3302旁边的小路 便可前往矿场 由于小路没有经过修辑 行山人士行走时需要小心 在1950-60年代 日本特色马鞍山有丰富铁矿 于是投资发展矿场 然后将优质铁矿运回日本 在高峰期,在矿场内居住的矿工和家属 多达5000人 后来矿场因为产量和竞争力不足而停业 市民除了可以在矿场的矿洞探古沉原之外 盖处亦是一个拍照热点 参观完矿场之后 市民可以沿公路登山 公路尽头是一幅广阔泥地 在沿麦里号径前进 便可到达路径交回处 俗称五爪金龙 到达路径交回处有一座良亭 市民可以在这里手作休息 行程第二段 马鞍山交游径 麦里号径第四段 昂平 茅平藤黄 向右走接上麦里号径往大水井方向 約10至15分钟便会到达昂平高原 走到标距柱M082 沿左方小路踏上平原 附近的平原开阔当风 是滑翔山爱好者必到之地 行山人士可以在昂平平原 俯瞰一望无际的西贡市 和西贡内海一带的景色 视野广阔 在约1亿4千万年前 发生火山爆发后 在我们眼前的西贡牛尾海 和梁船湾一带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破火山口 而现时西贡壮观的地贸 亦都是不断经过火山活动而形成的 平原左方是大金钟 高536米 由于山风外形如金钟 顾名大金钟 而我们今次介绍的路线 不会攀上大金钟 行山人士如玉灯上大金钟 由于路程糾销 需要手足并用 故只适宜有行山经验人士攀登 到访过昂平平原后 在沿路往前行 便会到达一个三叉路口 分别可以前往茅平 西贡大水井或棋嶺下 要前往大水坑 我们要向茅平方向继续前进 在沿路向前行没多久 便会到达另一个十字路口 向基维尔形方向 沿着画面箭嘴向前行 在茅平坑设有一座梁亭 大家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 同时可以顺路到路线以外的 另一个景点 茅平藤王 梁亭右方是参观茅平藤王的入口 向前行便会见到巨型树藤 藤王原称合藤 又名过江龙 茅平藤王非常巨型 其弯曲的藤曼形态独特 是香港极具特色的树木景点之一 值得一游 大家在欣赏、拍照和休息时 请紧记要爱护植物 不要攀爬树藤 行程第三段 茅平藤王 茅平生屋 梅子林 富安花园 参观过茅平藤王之后 沿路接返就可以到达 麦里浩径第四段的分叉路口 这里有四个指示牌 分别指往昂平、北港、基维尔形及梅子林 要前往本路线的终点 我们选择往梅子林方向继续前行 沿路走会经过一条石桥、小溪间、楼市中池 之后会到达一条 名为茅平新屋的荒废村落 茅平村内有新屋和老屋 这一带除了废屋 也有一些遗迹 穿过茅平新屋之后 就会到达梅子林 这里有一条名为梅子林村的村落 现在仍然有村民在这里居住 看见梅子林村的路牌 向前行是梅子林路 此路为下坡路段 沿路设有多个凉亭 经过凉亭后 有两个洗手间可供行山人士使用 这个路段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直达大水坑 远足人士需要继续沿梅子林路向前行 直至见到梅林洞天石碑 过桥后就可以到达富安花园旁边的 亚公角街花园 完亚公角街再行十分钟 就会到达港铁大水坑站 今次的行程也都在这里完结 一会儿 一会儿 是轻转的 一会儿 一会儿 每期后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